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再是理价的大涨 这些要做电池的相关金属价格的大涨 对特斯拉也是很大压力 还有另外美元太强 恐怕对一些美国企业 如果是全球布局的也不好 也不利 美股落入熊市 标普从高点拉回超过20% 那主打国际杯的美国公司 可能就是下一波大家要注意的方向 根据高盛最新的报告说 主打国际市场美气 最近股价跌是特别的重 今年来跨国型美气的表现 比内需型的美气逊色了9% 2022年到今天 跨国型的企业的股价暴跌了24% 内需型的美气 股价则是跌了15% 所以可见跨国型受到美元太强 因为它在海外的营收是 用当地的货币来计价 但是换回美元的话 它就变少了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像微软可口可热 都是所谓的跨国型的公司 像Selfos 就CRM 这些公司都是 这些公司都会受到美元强势的影响 高盛说消费者缩减开支 对美股的影响 大于美国家庭抛售股票 那消费者会不会开始缩减开支 这肯定会的 美国现在物价那么高 怎么不缩减开支 包括电价调升 今天电价调升 虽然没有调到民生用户 但是这些特高压的用电大户调升 我想这个在盘面上 应该也会有反应 最近你可以看到 今天其实应该就已经先反应了 那至于说消费信心的部分 美国现在看起来是历史新低 那台湾的状况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中央大学 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大任老师 吴老师你好 伦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老师 怎么看美国的消费信心 居然掉到50了 这个密西根大学的消息指数 是创历史新低 我知道是有 他有调查以来的最低点 对不对 没错 是 那美国的消费信心这么差 那台湾现在目前的状况呢 我们是在今天早上 公布就是6月份的消费信心 那这次呢 就是下降了3.67点 就跟前月比 来到64.14 然后这个数据 它是创了民国98年12月以来的新低 就是等于是2009年12月到现在 大概是12年7个月 那我们都知道2009年 大概是金融海啸快结束的时候 对 所以大概从金融海啸到现在 目前是最低点 那六项指标整体的情况如何呢 六个分项指标里面 这次跌的最重的就是股市投资时机 那这个部分呢就创历史新低 那个这次跌了7.4点 来到25.5点 那对对对 那是这个是我们 就是从2001年 有调查以来到现在 这一次是最低的数据 等于民众对股市真的是没信心了 是 不过我倒是觉得 现在我们的指数还在15000点以上 那但是调查的结果 会这么差 我觉得是因为前一两年 其实股市的表现不错 然后呢有很多年轻人新开户 那所以说他们进来股市之后呢 他们可能主要就是像买台积电 台湾之光台积电 还有航运股 那这些股票都是相对比较热门的股票 那从18000点跌到现在 其实这些股票他们下降的幅度也都是蛮大的 所以新开户的这些年轻人 这次应该是受伤蛮重 所以我们普遍就是全国调查出来的结果 就是像今天所呈现的这样 那另外还有像未来半年经济景气 还有未来半年购买耐酒财货时期 这些也都往下掉 对不对 是没错 那经济景气的部分 它这次是降了4.9点 来到80.95 它是创了大概两年来的最低 就109年6月到现在 但是那个其实创低的 有一个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在物价水准 就是民众对物价的感受这个部分 这次它下跌的幅度是3.9 那它也是跌破30点 来到26.65点 那这个指数 它是创了2008年12月以来的最低 那确实就是从金融海啸到现在 那目前看起来 民众对这个物价大幅上涨的 这个忧虑还是很深的 整体CCI是创下12年半的新低 但是对物价的忧虑 则是创了金融海啸以来的 这个最忧虑的状况了 对 那这个股市又不涨的话 那物价又高昂了 薪水可能升幅也有限的情况之下 电价还要调涨 那不是一根蜡烛多头烧吗 确实 我觉得对那个家庭经济来讲 当然这次的电价调涨 就是针对民生用电的部分 基本上是不调了 除非那个家庭的用电非常的高 超过1000度 是 那但是呢 那个因为工业用电还是有说 有比较大幅的上涨 它上升的幅度来到15% 那我觉得 其实我之前在之前的节目有提过 我们今年下半年 我们比较担心的可能是经济衰退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产业或者是企业 他们下半年的经营本来就会比较辛苦 然后在这个时机点 那个电价涨这么多 我觉得对他们的营运一定会产生冲击 是 不过今天经济部有把那个六大行业都把他排除了 什么餐饮 饭店观光就把他排除了 健身房就把他排除了 是 他主要排除的是内需产业 对 不过我倒是觉得内需产业当然 目前看起来他们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另外就是因为通膨 家庭的支出在增加 另外就是央行升息 对房贷户也是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他就是会排挤掉其他的消费 所以这次没有涨的部分 主要还是跟内需相关 但是我比较忧心的 反而是我们的出口产业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数据好像都还不错 就是5月的出口 那个其实还继续成长 但是就是美国 他最主要是在6月 他升息的幅度加大 升息了3码 所以累积6 另外美国 他的房贷指标利率 是用30年的固定房贷利率 来作为指标 现在这个指标也是接近6% 所以我觉得美国家庭 他们的家庭支出 上升的幅度其实是更大 因为美国通膨还远比台湾还重 就是还更严重 所以说他对其他商品的消费 一定会产生排挤 而且这些排挤的项目 有很多可能是我们台湾 主力出口的产品 美国应该都快疯了吧 看到现在这种物价 油价 外食的价格应该都快疯了吧 没错 40年来最高的一个物价水准 油价是史上最高 零售器材油价格史上最高 是 那其实呢 那个这段时间 也有蛮多人 就是拿那个过去的能源危机 来跟这次来做比对 因为我们今年的通膨 其实还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很大 那影响到影响最大的 当然就是能源市场跟粮食市场 那在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机的时候 他们碰到的问题也是 就是能源跟粮食的问题 所以当时的油价从3块钱一桶 就是涨到大概接近12块一桶 所以也涨了三倍多 那到了1979年第二次能源危机的时候 油价也是从15块 涨到超过40块 那那个这两波呢 其实都是因为能源短缺 所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那个这次的情况 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啊 那但是呢 我去查过一些资料 我发现 有一个部分可能过去 大家没有注意到 就是美国 它的这个进口 其实从70年到现在 已经有非常大幅度的成长 就是在1970年初期的时候 美国的进口金额 大概是500多亿美金 那它在GDP的占比大概是5% 然后到了1970年的末期 就接近1980年的时候 那因为经过两次石油危机 所以很多产品的价格也上升 然后它的进口量也增加 所以呢 那个 它的进口金额就上升到2000多亿 那80年代以后就超过3100亿 那但是呢 现在大概是3兆多 所以呢 现在美国 它的这个进口 在GDP的占比 已经接近15% 而且呢 是3兆多 所以我刚才讲到了 就是美国的家庭 一定一旦对其他的消费 产生排挤的时候 那这些消费品 在过去的时代 在70年代 它主要影响到的是美国的产业 对 因为当时进口依赖还很低 但是现在呢 那个大部分 有很多可能都是国外的产品 对 那特别是中国的产品 台湾的产品 一定是受到影响 所以其实我比较担心的 就是美国它如果在下半年 再加速省息 因为7月有可能在3码 9月至少2码 那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的那个家庭消费的排挤的情况 一定会更加严峻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在下半年 我们的出口受到的冲击 一定会更大 吴老师 你觉得这次景气的回落是用崩的 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温和的衰退 衰退我看是应该是必然的 只是说衰退的幅度跟深度 还有时间周期 您估计呢 我觉得这次的变化很快 因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讲到消费信心 那美国消费它的占比 就是在GDP的占比是高达7成 所以它是一个消费大国 然后它在全球的占比 它也超过三成 所以光是美国一个国家 它的消费下降 就会引起很大的影响 那特别是刚才有提到 就是它到底 它的衰退的状况 是像 吴老师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其实钢铁业对景气是很敏感的 今天风星 最大的钢厂 钢筋厂 风星呢 今天再开出最新一期的盘价 钢筋每顿再跌1000块台币了 那废钢呢 则是已经进行过两波调降 所以今天废钢是开平盘了 风星一直在调降钢筋价格 为什么就景气的问题嘛 所以刚刚就请教吴老师说 这一次的景气的 看起来衰退定了 那你就不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样衰退的情况 有人讲说是U型的衰退 不晓吴老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U型的衰退可能性 还是蛮高的啦 当然这个对台湾来讲 主要还是要看美国升息的幅度 因为现在美国 可能还是我们台湾 出口主要的国家 虽然我们对美国直接出口 只有它的占比就百分之四几 那目前我们出口最大中 是到中国跟香港 那这个部分呢 它的占比超过百分之四成 但是呢 我们卖到中国 大部分的产品是零组件 那第一名就是电子零组件 所以其实我们把产品卖到中国之后 最后组装成最终产品 还是卖到美国跟欧洲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部分 间接的贸易 这部分考虑进来 那我们受到美国的影响蛮大 那另外一个重要地区 当然是欧洲 那欧洲呢 它同样的 现在也是严重的通膨 它的特别是PPI 从4月以后 已经超过30% 那那个 像德国 它的CPI的年增率 也7.9% 那所以说 其实这个都是 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数据 那欧洲的这个通膨情况这么严重 它当然也会产生消费的排挤 那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些产品 在下半年 它的这个出口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疑虑的 那这次呢 电价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 它基本上 它还是考虑到内需产业 受到疫情的影响 还有那个台湾 我们自己产生的这种消费排挤 就是我们家庭支出在增加 那当然我们就减少外出用餐 就是这样 那所以说 它主要是照顾这些 这些产业 但是呢 我倒是觉得 下半年 其实受创最重的 有可能是出口产业 最主要就是因为 美国的这个消费信息 已经跌到历史最低 那它的消费一定会出状况 那美国的消费 一旦出状况 其实我觉得台湾跟中国 受到的影响会最大 那中国呢 如果它的在下半年 经济表现也不好的话 那中国 它那部分的需求 对台湾 一些最终产品的需求 也会下降 就会同时影响到 台湾其他的出口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其实下半年 就是全球进入 停滞性通膨的可能性 其实是非常的高 OK 大陆现在也是在硬撑啊 就放 呃 鼓励消费 然后放放松房地产管制 硬要把这个 呃 经济局面给撑起来 不然也很惨啊 我刚刚讲说 大陆是降准降息 对啊 他他并没有跟进 美国升息 他也是在走宽松 跟日本一样走宽松啊 是 所以说这个 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 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 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 这个三大经济体 如果都不好 再加上欧洲不好的话 你说全世界经济怎么会好 那你说 哎 物价涨 大家辛苦一点就算了 有些地方 甚至啊 他是没电可以用 这个全国要停电 全国一天24小时 要停电12天 12个小时 大家知道斯里兰卡 有多惨吗 我刚刚收到一个消息说 新加坡航空啊 停飞到斯里兰卡的班机 连太行也要跟进 今天最新的 刚刚发出来通知 那新加坡航空 为什么停飞到可伦坡呢 就是斯里兰卡 因为 没有航空燃油了 就飞机飞到那边 没办法加油回来 所以不能飞了 你说有多惨啊 这个国家 有够惨啊 所以 这一次全世界的通膨 真的搞死很多人 尤其是有一些 比较经济发展差的 或是说比较落后的国家 真的是很惨 什么像那个加尔各达 那些地方 真的都很惨 对 然后那个粮食短缺 也是产生很大的影响 现在全球应该有超过5000万的人口 是处在饥饿的状态 对 买不到粮食 德国已经进入到所谓的用 就是说能源的第二阶段的警戒 就Alan了 那第三阶段的话 他那个天然气就用配挤的 那德国这两天 德国政府说什么 他说洗澡时间短一点 不要洗澡 洗那么久 擦一擦就可以了 重点不会洗一洗 不要全身洗 因为没有天然气 我老师 你觉得今年冬天 欧洲会爆发这个能源危机吗 我觉得可能性还蛮大的 其实不要说冬天 现在就已经是有蛮 就已经有蛮大的影响 就是那个前几天 是说那个俄罗斯也决定 就是停止 对荷兰 就是供天然气 那荷兰呢 因为他有那个种植花卉 所以要透过天然气 来维持它的空调的系统 另外就是天然气 也是制作肥料 就是化学肥料主要的原料 所以对荷兰这种 以花卉为主的国家 就影响会很大 所以其实能源 它有很多种应用 那它的冲击面 可能远超过我们一般的想象 好 那严肃的话题就来了 这个台湾也是 所有能源都要靠进口 对不对 包括天然气 那个煤价 经济部就今天讲 台电要调 煤价涨了好几倍啊 台电用煤发电也是亏损啊 所以要调升啊 那煤也进口 天然气也进口 油也进口 那台湾未来的 包括电价 包括油价 要跟随到市场机制 还是说呢 由政府掌控呢 能源都没有 都要靠外来的话 那这国安问题 怎么处理呢 没错 那其实呢 像之前 经济部 它动涨 那个油电价格 其实主要还是考量到 对我们台湾CPI的影响 那但是呢 它造成中油跟台电的亏损 其实最后还是全民要买单 因为他们是国营企业 所以它当然 也有它困难的地方 不过我是觉得 任何政策的调整 其实时机是很重要 那这次呢 看起来对工业用电 就是调了15% 这个幅度很大 那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机调 就是它在这个时候调 有这么高的调幅 那其实我是有点不同的意见 怎么说 因为我是觉得 他们就是政府各部门 好像对今年台湾的经济的看法 太乐观了 像央行 他还认为说 今年经济成长率可以到3.75% 其实我觉得要保三都不容易 那所以说他因为他认为说 我们台湾出口还不错 所以这次调整 调电价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照顾内需产业 但是制造业的部分呢 它就下重手 但是我倒是觉得 在这个时机点 那个下重手 这个好像是有点过头 因为就这个部分 就是我讲的 外面出口 可能在下半年就会受到影响 那对厂商的经营来讲 如果它的订单减少 代表它营收减少 另外一方面 生产成本不断的上升 其实可能会引发一些倒闭潮 那一旦发生这些事情 那他接下来就是失业 五星价的这些问题 那我是觉得 当然长期来讲是应该调 而且应该把那个电价调到 至少是台电的这个成本以上 那但是呢 现在在这个时机点调 调这么多 我是觉得对厂商的冲击 恐怕会太大 如果这次只调个5到8% 那我觉得产业 应该还是有足够的能力调整 但是你一下调15% 其实对产业的冲击 可能会太大 就是对他们下半年的营运 应该会雪上加霜 他不调15%的这些特高压用户 他平均电价的涨幅拉不到8% 因为他民生用户全部没调 1000度只有大概 台湾用电户1400万户 真正到月度用电1000户以上 只有3%的用户 所以他这一块他根本收不 而且他是1000度以上 超过一度才加收 他并不是说全部算 所以他这一块 他基本上收不到什么电价 就是这个增加的电价 他只能去让台积电 这些大户去背壳 你不背壳谁来背 对但是如果下半年 就是厂商他们的订单减少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了 其实他们就是 就是经营的情况 一定会非常的辛苦 谁叫你叫户国神山 你叫户国神山 你要户啊 不过确实工业用电 现在他在我们全体用电的占比 高达57% 所以对经济部来讲 他去调民生用电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民生用电的占比不到20% 所以他调工业用电 自然对他的成本压力 会有舒缓的作用 你今天如果全部用电户 大家一起调8%的话 你看明天压力有多大 是没错 全部干身连连了 不会是这样子 就台积电他们去背 就变这样子 这很现实吗 不是这样子吗 你宁可去得罪 你宁可去得罪那2万户 也不要去得罪那1400万户 这个比例太悬殊了吧 但是还是要考虑到台湾 接下来的发展 经济发展 非常谢谢吴老师 谢谢